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,感谢收看本频道。 谢天华、李小峰、梁汉文五位组成的大湾区可谓是红头了,他们五位不仅在节目中劝了很多粉丝,而且芒果还特意为他们做了这样一档专属团宗。 相比之下,街道办事户,进舞团的人气也是相当高的,可他们却并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。 大湾仔利,这档节目的定位是美食综艺,也可以看作是治愈雷满宗。 五位哥哥中,除了谢天华之外,四位都是厨房小白,虽然他们的水平不行,但是却接了这样一档做饭的综艺,而且想要做一家大排档。 俗华说,理想是丰满的,现实是骨感的,大排档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可太难了。 首先,节目组租的地方是一个带小院的二层小楼,这个环境一点都不像大排档。 在观众的印象当中,大排档是非常接地气的。 说白了,大排档很像现在的那种美食街,有很多个档口,前面摆一长,长六桌子。 当大家看了这样的环境之后,真的很难跟大排档挂上钩。 所以说哥哥们每次做的都很有岗位,很大排档的菜,但是这个环境总会让观众看得跳戏。 其次,每期的顾客都是由节目组控制的,人太少了。 大排档是非常热闹的,所有时刻基本上都是常客,互相之间不能说认识吧,最起码都经常见。 或许是节目组太过于保护哥哥们了,大湾仔的夜一直都是关门营业的。 节目组先放一桌客人进来,等菜上齐之后再放第二桌。 每次营业,一共也就那么三四拨客人,加起来也就十个人左右。 说实话,这个模式还是让观众非常反感的,因为哥哥们再努力,节目都让人看得不真实。 不管是什么样的餐厅,大排档也好,茶餐厅也罢,哪有关起门来做生意的? 节目组早时刻,大家其实也是理解的,什么样的综艺没有剧本安排呢? 不过,有节目组安排的,也有主动前来吃饭的老百姓,这样才真实呀。 在上一期节目中,陈小春的老婆应彩儿和张志玲的老婆袁永怡来到了餐厅做客。 两位嫂子的到来真的是让节目直接封神吗? 为了能给哥哥们制造一些惊喜,应彩儿和袁永怡私自去街上邀请了一些食客,晚上来用餐。 要知道,他们事先并没有告知哥哥们,以至于上期节目,哥哥们迎来了开门以来最多的顾客。 正好上期哥哥们请的食客,是之前来过店里就餐的人,也相当于是熟客。 有了熟客,再加上应彩儿和袁永怡请来翻台的第二波生客,整个餐厅开始有大排档内味了。 应彩儿和袁永怡两位是出了名的大嗓门,在两位当店长的时候也是很好地展现了这一点。 话说,两位的大嗓门和大排档还是挺配的,大排档不就是要靠喊的吗? 如果所有人都是安安静静的,那岂不是成了高档西餐厅了吗? 看了上一期节目之后,我真的想要和节目组申请让应彩儿和袁永怡常驻了。 不管是从笑点输出,还是和大排档的契合度来讲,两位都是要比五位哥哥更合适的。 当然,两位毕竟是嫂子,怎么可能常住呢? 这又不是妻子的浪漫旅行。 原以为应彩儿和袁永怡走了之后,后期的节目将会再次变得没有味道。 没想到,看了最新播出的第十期之后,我发现是我想多了。 陈小春的套路,李耀祥的玩笑,让大湾仔的夜再度封神了。 第一,陈小春。 在本期的节目中,陈小春和张志玲玩了一个套路,那就是把全哥叫到了店里当店长。 看着陈小春和全哥当时的聊天过程,差点没把我小抽过去。 大家都知道,五位哥哥能做出像样的菜品敷衍时刻,那全靠全哥的教学。 这次,陈小春套路全哥来当店长,这样的操作真正的是赚到了。 接下来,咱们一起欣赏一下陈小春套路全哥的聊天。 当张志玲告诉陈小春,说得亲切一点的时候,陈小春直接说, 全,春啊,吃午饭没有。 紧接着,陈小春就是一句,有没有想我。 当陈小春说完之后,连自己都被自己肉麻到了,捂着脸就是笑。 谢天华都已经肉麻到不行了,这简直是比给硬材而打电话都肉麻。 有了全哥之后,这档节目的大排档就基本上成了。 毕竟大排档的所有菜品全哥都会做,而且他在专业的饭店已经做了几十年了。 当全哥当了店长之后,张志玲和林晓峰被分配到了厨房做饭。 谢天华和梁汉文是楼面,也就是招待客人点菜的。 全小春则是杂工,不择上菜,打扫卫生等一切杂活。 全哥这完全是按照正常餐厅的经营模式来操作的,不得不说,非常有条例。 在全哥的分配之下,这次营业可以说是做得相当好,紧紧有条, 一下子就让人看到了餐厅该有的样子。 毫不夸张地说,按照本期这样的水平, 一晚上来十几桌客人也是完全可以应付的, 因为这个配置是非常标准的, 而且全程还有全哥这个专业的店长把控制大局。 有一点可惜的就是,节目组这次只请了那么几位客人, 还是有些浪费全哥的。 如果哥哥们以后每次营业都能这样, 那我真的有些期待节目组全放开的样子。 真实的时刻,满足的客人,那是非常大排档的。 第二,李耀祥,在这期节目中,节目组请来了李耀祥和邓翠文。 对于李耀祥,相信很多观众还是相当了解的, 因为他演过非常多的电视剧, 尤其是古天乐和李若彤版的《神雕侠侣》。 当时,李耀祥在里面饰演的周伯通, 说实话,《神雕侠侣》的版本非常多, 可能要说周伯通演得最好的, 那绝对是李耀祥这一版,真的是太生动了。 作为飞行嘉宾,李耀祥其实只要负责吃饭就可以了。 不过,在吃完饭之后,李耀祥却也没有带现金为由, 去和所有周的食客互动借钱。 正是李耀祥和大家开的这个小玩笑, 气氛瞬间就起来了。 大家可以看到,所有的食客都是善良的, 他们都表示愿意借钱给李耀祥, 甚至是直接请他吃饭。 在这种互动之中,观众看到了大排档的那种彼此之间的熟悉感, 可以说非常舒服。 李耀祥的玩笑让整个气氛变得很温暖, 而且还给节目贡献了很多的笑点。 有了这一part之后, 这档节目真的是瞬间好看了很多。 大王仔的夜彻底封神了, 因为现在已经越来越像大排档了, 如果要是后期有机会的话, 真的希望哥哥们能够打开门来营业。 大家可以拿这档节目和中三厅来对比一下, 只要有了全歌之后, 有什么是比不了的呢? 不管是嘉宾阵容还是笑点输出, 五位哥哥都绝对不输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